上个月份以来 一些菲律宾的政客 伙同美国频频指责中国 将牛厄交附近必分的中国渔船 歪曲成试图侵占菲律宾海域 还迎认美国对中国渔船的说法海上民兵 美国也在一盘小题大作 加心心的要和中国听之所谓的挑衅行为 在这件事上 表演最卖力的就是非国防部长 他上个月说 中国民兵组织掌控的两百余收船只 占据非属岛礁 污蔑中国要将此地进行军事化 进行舆论炒作 但是中国驻飞大使已经回应过此事 上述渔船只是因为海矿战时的停靠于牛厄交 而且该岛礁系数中国所有 非方指控毫无依据 早在上世纪90年代 我国就已经在牛厄交建立了主权碑 并派由海军建船巡航 长期以来中国渔船一直在这附近海域捕雨 遇到芬兰在牛厄交避险 是再正常不过的举动了 避分时 渔船连成一排是为了更加安全 而CNN BBC的媒体却跟着美国政府签调 将普普通通的中国渔民说成是海上民兵 以突出中国对南海的军事化 菲律宾国防部长也装强作势 愿海上民兵形容中国传民 可谓是用心行恩 以暗示跟美国态度一致 中非两国外交部门就此事进行了沟通后 事实已来明晰 但这位国防部长仍然是不依不老 本月三旅和四旅 他连续两天指控中国海上民兵 出现于牛厄交试图侵葬菲律宾海域 他还说如今天气已经好转 但还有中国渔船逗留于岛礁附近 并称自己不是傻瓜 菲律宾外交部昨天抛出一份声明 重复着这位反战的论调 称诺中国船只不准 他们将每天提出抗议 菲律宾总统首席法律顾问 潘内洛 则渲染称此事可能损害中非两国关系 导致不必要的敌对 还说菲律宾不会被中国的人道主义姿态手闷闭 西方媒体听了很兴奋 如同社称 潘内洛所指的人道主义姿态 即是中国向菲律宾提供的数百万剂新冠疫苗 菲律宾向中国采购疫苗 不是商品交易那么简单 不夸张地说 那是菲律宾被西方切断疫苗来源后 得到的救命稻草 但菲律宾的政客们 却一再纠缠渔民必分这件事 用一些卫星图片来证实 中国渔船站立了这里 很可笑 中国人在占领中国人的领海 还有他敢说卫星图片是谁提供的吗 他们对中国疫苗的说法 不就是在配合美国对中国的污蔑疫苗外交 今天菲律宾每日问询者报报道 70岁的国防部长新冠检测 结果出炉 显示为阳性已被隔离 看来他这几天得好好躺着 反思一下自己对中国的挑衅病毒可怕 让他的言论到底难道不也是一种病毒 而且还在闯播 那他为什么会跳出来在南海问题上攻击中国 一 明年六月菲律宾将举行总统大选 杜特尔特本人承诺会按时离论 而洛扎等政治势力这下薄一把 对于他们而言 小集团利益要永远高于国家利益 最终选择了与美国关系密切的洛伦扎纳 当勒敏决定通知洛伦扎纳时 他还在美国 洛伦扎纳毕业于菲律宾军事学员 一直在军中就职 从排长累生到了特种兵司令 然后去美国和澳大利亚接受教育 并成为了驻美国大使馆五官 劳度和他还有一层关系就是高中同学 除他之外 劳度在军队里的私人朋友屈指可数 在劳度与奥巴马 特朗普政府相细的交恶事实 劳伦扎纳则与美国军方保持着微妙联系 2017年 美国航母来南海自由航行 劳伦扎纳还跑去长官 因此 劳伦扎纳不仅仅是国防负责人 同时还承担着外交使命 菲律宾通过这个透气口 避免与美国彻底闹僵 作为一个小伙 菲律宾想远离中美对抗的顺涡 注重自身发展都是正常的行为 与阿基诺三世政府一味的配合美国敌视中国 甘当美国挑衅南海市端马前竹的角色相比 杜特尔特折令美国大失所望 而这些人 在美国眼中的分量却变得重了起来 从2019年开始 他就不断的劝说老杜 访问美国 西欧布与美国关系不过都没有成功 现在他利用牛肉胶 中国渔民必分问题来回折腾 是想通过掀起菲律宾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 将杜特尔特架上火上烤 以作为成绩向美国邀功为明年铺路 杜特尔特明年无论是打算扶持哪种势力上台 包括他的女儿 但南海问题一旦被舆论炒热 在选举作用下 他的对华政策将面临着重大考验 美国也看到了改变美非关系的机会 3月31日 沙利文与菲律宾国家安全顾问通话 话题也是围绕着纽恶交 白宫称 双方同意密切协调 以共同应对南海地区的挑战 接着就由了国防部长 若伦扎娜的言论 以及非外交部的抗议声明 今天上午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就这些问题做出了严正回应 非方企图拿一纸非法无效的裁决 来否定中方在南海的主权和监力 否定中国渔民在南沙传统渔场 上千年生产作业的合法权利 违反了包括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在内的国际法 这是不可接受的 非方应该客观正确看待 立即停止无端炒作 避免对两国关系和南海和平稳定大局 造成负面影响 中国态度没有半点含糊 菲律宾的做法不可接受 不要再想在南海问题上进行试探 立即停止 杜特尔特发言人今天也发表声明指出 我们将继续通过外交渠道 以及和平手段解决牛俄交问题 不会让丰富影响中非两国的关系 路透社等西方媒体 马上称菲律宾的反应减落 与军方的措辞激烈的声明 形成鲜明对比 一些观察家还预测菲律宾军方下一步反应 是否会跟杜特尔特保持一致 很巧 洛伦扎确诊隔离了 挑头的生病了 他制造的病毒应当会消停一阵 非政客专家做事 折腾南海问题的耕耘 在于美国 尽管有许多事实证明 美国靠不住 但一些政客还是对美国心存稀计 与其说他们希望菲律宾得到美国帮助 不如说 是他们个人利益 希望通过美国得到满足 但与此同时 另一批菲律宾政治力量 在三月四日 举行的首届中非论坛视频会议上 就表示 坚决地支持中国 前总统阿罗约说 非洲护卫邻国经贸能文联系警命 中国是世界上最具活力 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之一 发展对华关系是非对外关系的优先方向 真如杜特尔特首说 中国给了我们一切 却从未向非提出任何要求 也就是说 目前跳出来对杜特尔特施压的 未必是在野力量 而是老杜团队内部有人反水 企图以亲美 知美 本钱 制台身价 给美国带路 中国并没有像美国控制加勒比海沿岸各国一样 控制南海各国 而是愿意与各国合作 助力地区经济发展 共建一带一路 但前提是 各方要对南海问题保持立行态度 中纵南海主权属为中国的事实 至少不能够配合美国在这里兴奋作烂 谁要是想跳出来给美国当替死鬼 不但得不到中国的帮助 而且会把自己带上绝路 最终还会注定被美国抛弃 中国不称霸 中国在南海加强军事防御力量 针对的也不是该地区某个国家 谁想在这里称完称霸就针对谁 中国不会干涉菲律宾内政 但菲律宾无论哪一个派的政客 都要保持头脑清醒 如果一南路是战错队 敢当美国旗帜的话 那么这个国家必然会付出 惨重的代价 这请不吝点赞 几股